盟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,逐渐掌握了军事主动权,法西斯阵营则是节节败退。 意大利作为法西斯阵线中最薄弱的一环,在欧洲和北非战场屡战屡败。 这让德意志法西斯阵营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。 自从罗索里尼专政以来,意大利对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,对外奉行侵略扩张的强权政策。 战场成了接连受挫,导致意大利国内反战情逐渐高涨。 1943年7月10日,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,给意大利造成了强大的压力。 意大利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不安。 无论是宫廷派还是法西斯党内部,纷纷把矛头指向莫索里尼,他们认为是莫索里尼造成的这一切后果。 只有莫索里尼下台才能化解眼前的危机。 陛下,情况非常严重,英美军队可能很快就到罗马,我们国家的民族利益要求立即签订合约。 怎么签订呢? 一切都准备好了,陛下,只要您下命令就行。 嗯,什么命令? 我是说以没有能力指挥作战的名义解除首相的职务,我们要您下命令逮捕莫索里尼。 嗯。 经过多次密谋,意大利国王埃曼努尔三世终于下决心,在接见莫索里尼时将他囚禁起来。 陛下已经在哪儿,咱们这女朋友。 首相,我以国王陛下的名义,请您跟我走。 您应该乘这辆车,请报陛下,请报。 这套把戏是什么意思? 为了使您免遭暴徒的袭击,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。 拥不着这一套。 这怎么贱贵? 莫索里尼,这位不可一世,执掌意大利政权二十一年之久的法西斯头子,一下子成了阶下球。 莫索里尼被囚禁的当天下午,意大利便成立了以巴多利奥为首的新政府。 新政府开始与同盟国进行密谈,准备调转枪口向德国宣战。 莫索里尼被关起来了。 这个消息传到德国,希特勒暴跳鼓励。 他大骂意大利国王和他的追随者们,说他们是叛徒。 因为作为希特勒的盟友,莫索里尼在建立法西斯专政和侵略别国方面,给过希特勒多少帮助。 纳西德国在刚刚崛起的时候,希特勒还多次跑到意大利,学习建立法西斯统治的经验。 从那个时候起,希特勒莫索里尼,这两人就惺惺相惜,沆溪离起。 现在,大哥有难,小弟岂有不帮忙的道路。 再说了,逃开私交部说,从战争局势来看,从政治上来看。 一旦意大利倒向盟国,那对纳粹德国是非常糟糕的事。